正是草莓第二期的开始 这个时候草莓是又红又甜 最适合拿来做甜点了 不管是柔嫩香甜的草莓煎锅饼 还是有浓浓卡士达酱的草莓千层酥 或者是草莓冰沙都让人难以抗拒 力量饱满又大又新鲜的草莓 里头绵绵的草莓冰淇淋慢慢流泄而出 让人跟着吹咸余滴 配上松饼让许多人一口接着一口 草莓预计要从12月底航到4月中旬 现在正是草莓二期头整甜的时候 热卖的还有这道草莓千层酥 层层对叠挤上香橙口味的卡士达酱 和新鲜草莓 短短三个月来草莓甜品比平常热销九成 就连香港旅客都滚香而来 我们在旅游书上看超好吃 非常好吃 对 而草莓加上草莓冰淇淋和牛奶打成的冰沙 喝得到果粒 也大受欢迎 另外这一家的草莓煎锅蛋糕 也是许多草莓控的口袋礼拜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草莓酱 预计再一个多月 草莓产期就要结束了 就是想把握酸酸甜甜的新鲜滋味 带动了草莓甜品 成长就成 也许多草莓淇淋和牛奶打成的草莓